吉打的水灾情况逐渐恶化 截至今晚7点的官方数据 稻米之乡受灾人数已经超过1800人 大约545户家庭暂时安顿在临时救灾中心 社会福利局灾难资讯网站的数据显示 吉打已经设立13个临时救灾中心 应付突如其来的水灾 其中华陵县灾情最严重 伯格仙纳和戈打市打也有数百人受灾 毗邻的玻璃市情况暂时受控 截至今天中午12点 有47名灾力到救灾中心避难